人和苍蝇合体后 会变成什么 一开始他身轻如燕 感觉自己变成了蜘蛛侠 但再过一会儿 他的身体开始长毛 人也开始神志不清 再过几天 他的指甲皮肤开始脱落 最后他变成了一个怪物 阿布是一名科学家 他发明了瞬间移动机器 这台机器能够把生物分解 然后导入另一台机器重新组装 看着传输成功的沸沸 阿布的记者女友小美 十分震惊 他打算报道此事 但这时他受到一份快递 是他同为记者的前男友寄来的 原来因为得知二人的关系 前男友了解到阿布的成果 打算抢占先机报道 由于对小美怀疑有旧情 他想借此机会和小美合作 小美有点生气 他匆匆向阿布道别 然后便来到办公室 把前男友痛骂了一顿 另一边 面对小美的离开 阿布有些失落 他怀疑小美跟前男友旧情复燃 喝得鸣鼎大醉后 他一个脑抽 竟想拿自己做实验 他来到机器中 不料一只苍蝇也溜了进来 机器启动 一阵电光闪过 传输成功了 晚上 小美回到阿布家中 经过一番解释 两人重归于好 可紧接着小美发现不对劲 平时身体虚弱的阿布 忽然变得健壮起来 他可以倒立引体向上 玩起单杠来毫不费劲 最后还来了个体操表演 阿布很兴奋 认为分子重组 开发了他的潜力 第二天 小美和阿布正式去餐馆庆祝 小美发现 一向不吃甜食的阿布 往咖啡里疯狂加糖 回到家中 她吃冰淇淋 就连为爱鼓掌时 她的体力也明显超出常人 小美跟不太上 阿布表示 小美应该也传输一下 这样她也能变强 小美有点害怕 拒绝了阿布 阿布很生气 认为她不信任自己的成果 便把她赶走了 晚上阿布来到酒吧消遣 她发现了一个卷发妹 开始跟对方调情 对桌的男人不乐意了 阿布表示 她跟男人比扳手腕 谁赢了 谁就跟卷发妹相处 男人信心完满 与阿布比了起来 可紧接着她脸色大变 咔嚓一声 阿布竟然掰断了她的手腕 男人惨叫 阿布赶紧带着卷发妹离开了 回到家后 阿布和卷发妹翻云覆雨 事后 阿布拉着卷发妹 也要她进行传输 这时小美出现了 她指出传输很危险 阿布的性情 已经与之前不一样了 卷发妹被吓跑了 阿布很生气 她把小美轰走 可来到浴室 她发现自己脸上 竟长出了毛发和水泡 她咬了一下指甲 脱落了 再起一股白色液体喷出来 阿布整个人懵了 她来到电脑前 查询上次的传输记录 经过一番操作 她惊恐地发现 机器重组分子时 把它和苍蝇的基因合为一体 也就是说 现在的她已经是 阿布和苍蝇的混合体 不是之前的阿布了 一个月后 小美接到阿布的电话 阿布让她过去一趟 小美急匆匆赶来 却看到了可怕的一幕 此时的阿布已经全身水泡 她颤颤巍巍 感觉快命不久矣了 她告诉小美实情 并向她道歉 小美很着急 想带她去医院 但阿布不愿成为医院的小白鼠 坚持自己解决 说着说着 她的耳朵也掉下来 小美快哭了 但还是决定帮忙 第二天 小美来到前男友大胡的办公室 请求她帮助阿布 大胡一脸拒绝 且不说是情敌 而且这也太扯了 她根本就不相信小美说的 于是小美赶回阿布家 想用录影证明 可这时她发现 阿布又生龙活呼起来 她拥有了苍蝇的爬墙能力 但也长得更吓人了 她拿出摄像机主动开始录影 在镜头前 她展示起半人半苍蝇的吃饭方法 录像给到大胡后 大胡差点看吐了 她难以置信 这时更糟糕的消息传来 小美怀孕了 她害怕极了 不知自己肚里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她做噩梦 梦见自己生出一个巨大的蛆虫 醒来后 她坚持要去打胎 大胡良心发现 建议她跟阿布商量下 于是小美又来到阿布家 此时的她已经丑陋到骇人的地步 她浑身肿胀 形态扭曲 整个人也神志不清了 她并表示 自己快被苍蝇的本能控制了 小美再跟着她 会有危险 小美崩溃了 她跑出大楼 告诉大胡自己一定要拿掉孩子 大胡带着她离开了 可这一切正好被在楼上的阿布听见 她很伤心 就在小美即将动手术时 阿布从窗外闯进来 她抱起小美 跃下了大楼 她告诉小美孩子是她仅剩的人性部分 她不希望拿掉她 但小美无法接受 另一边 大胡发现小美被抓后 赶紧来到阿布家 她拿着一把猎枪 想跟阿布决一死战 忽然 阿布从房顶跳下 打倒了大胡 她抓起大胡的手 呕出白色液体 大胡的手瞬间被腐蚀 她惨叫起来陷入了休克 就当她要继续时 小美制止了她 阿布恢复了些许人性 她告诉小美自己想到了一个办法 小美很疑惑 阿布表示她多造了一台机器 她打算把自己和小美分解后 再次重组起来 这样她小美和孩子 就可以成为一个合体人 这样的人一定有足够强大的人性 不被苍蝇控制 小美吓坏了 她果断拒绝 她反抗着阿布 这一下呀 阿布彻底被激发起来 她的形态开始蜕变 随着肉体剥落 她露出一个巨大的苍蝇头 四肢也变成苍蝇腿 小美吓得大叫 阿布把她扔进机器里 启动了程序 这时大胡醒来 她哆嗦地举起枪 一枪打断了电缆 阿布气急败坏 她撞碎舱门 可没来得及走出来 倒计时到了 阿布瞬间消失 大胡把小美救出来 这时电脑显示 阿布在与电缆融合 原来由于舱门没关 机器启动时 一并分解了阿布 和她附近的电缆 这时第三台机器打开 一个似不像的怪物滚了出来 小美很害怕 她举起枪 对准阿布的脑袋 但阿布并没有伤害他们 她握住枪管 顶在自己脑袋上 看来痛苦的阿布 也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小美哭了 虽然不忍心 但她还是扣动了扳机 阿布凉了 变迎人 是1986年的一部 经典科幻电影 虽然影片非常重口 但她体现的恐怖 却十分真实 当人类的生理结构 遭到扭曲时 人类究竟还剩下什么 她周围的人 又会怎么看她 故事中 无论是小美和阿布的情感 还是堕胎这一伦理问题 在面对变苍蝇这一事实上 都成了令人纠结的复杂问题 而最终的结局 也令人无奈和心酸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